古代嫔妃为何不亲自哺乳,除了防止身材走样,还因皇帝一臂好,中国历史上的皇后或者嫔妃在戴下皇子后,往往会不会用自己的母乳喂养,而是花钱找来一个健康的奶娘,就此来抚养自己的孩子,为什么嫔往往都是会花钱找来一个健康的奶娘,就此来抚养自己的孩子? 这就引起了很多人都不理解,为什么妃子不愿意哺乳自己的孩子呢?欢迎收看本宫巴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,古时候的后宫都有这样的规定,妃子不能给皇子为难,一旦有人违反这个规定,轻则会被皇帝冷落一番,重则直接打入冷宫,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,防止后宫干政,我们都知道皇帝一般都有很强的控制欲, 绝不允许任何人分走皇室的权利,而一旦皇子和生母走得太近,皇子很可能被养成妈宝男,如果未来登上皇位,势必出现后宫干政的情况,尤其是被妃子亲自哺乳大的皇子,不仅对生母严重依赖,对生母的族人也非常亲密,甚至会形成外妻干政的情况,这是皇帝最忌讳的事情, 因此妃子一旦私自喂养皇子,就会引发皇帝的强烈不满,于是皇宫殿制定了,妃子不许喂养皇子的规定,还成立了乳娘府,专门找乳娘给皇子喂奶,这么做能最大限度的断开皇子和生母的感情纽带,让皇帝更放心,值得一提的是, 很多人的童年阴影容嬷嬷,也是乳娘出生,因为嬷嬷就是奶妈的意思,而能够服侍皇后的嬷嬷,年轻时一定也是一个好奶妈,妃子身份高贵,亲自哺乳,有伤风化,自宋朝以来,世人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苛刻, 不仅提倡三从四德,还要还将身体全部包裹起来,尤其是身份尊贵的妃子,是绝不允许掀开衣服给皇子喂奶的, 这在皇宫根本不成体统,而且看过后宫剧的人都知道,后宫三千加厉,宫斗极其激烈,想要生存不仅要具备足够的智慧, 还要拥有最美的身材,但古今女子都一样,生完孩子后身材一定会走样,对妃子们来说,光是恢复身材就要耗费很多时间了, 如果再加上给皇子哺乳的话,那基本就要失宠了,所以为了防止其他妃子上位, 自己只能把皇子交给乳娘,然后重新杀回战场,另外,乳娘这个职业在周朝时就有了, 当时叫做师母,只有是大夫阶级的人才能雇佣,是大夫阶级以下的给钱都不行, 不过这个制度后来废除了,据说孔子为此还痛斥周朝礼崩越坏, 古代生育条件差,很多妃子产后没有奶水,古代的医疗条件很差,生育条件更是远不如现代, 皇室也不例外,就算是妃子产子,也比不上现在条件的十分之一, 因此很多古代的妃子,生孩子就相当于在鬼门关逛了一圈, 尤其是那些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,身体条件本来就差, 生完孩子后身体也极其虚弱,而且恢复起来非常慢, 导致不仅没有精力给皇子喂奶,甚至连乳汁都没有多少, 要知道古代是没有奶粉的,一些大户人家为了避免孩子挨饿, 便在孩子出生之前招募乳娘,对乳娘的选择也不是很挑剔, 只要能喂饱孩子就行了,与之相比,皇室选择乳娘可就苛刻多了, 甚至还特别成立了乳娘机构,组建了一支乳娘大军随时待命, 为的就是能及时抱走皇子,保证皇仔吃得饱, 吃得好,妃子亲自不如很劳累,不如节省时间再生一个, 古代给孩子喂奶可不是一个轻松活,尤其是皇室, 繁文入节极多,而且妃子们并不清闲, 一天到晚有很多活要做,根本没有时间照看皇子, 而且以前还没有哺乳服,一旦胀奶很容易潮湿, 每天要换好几套衣服,对妃子来说十分麻烦, 也有失身份,所以后宫便把喂养皇仔的工作, 交给了仆妇来做,并给了他们一个乳母的身份, 可以说两全其美,除此之外,我们都知道古代婴儿的死亡率极高, 所以讲究一个多子多福,生得越多越好,皇室更是如此, 皇仔生得越多,妃子在后宫就越有地位, 也越受皇帝的宠建,这也是一种争宠方式, 所以后宫妃子一旦生下孩子,就会交给提前准备好的乳娘, 让他们代替自己喂养,而妃子们则再次投入到生产之中, 以便再生一个提高皇仔们的免疫力, 古代没有灭菌技术,皇室根本不敢用牛奶和养奶, 怕让皇仔把肚子吃坏了,所以只能使用母乳, 这也直接催生了乳娘这个职业, 而且科学研究表明,母乳还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, 也为母乳水分充足,富含脂肪酸,牛黄酸以及各种矿物质, 不仅能促进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, 还能提高孩子免疫力,好处极多, 最重要的是,古代皇室选乳娘可是非常讲究的, 比如乳娘府,招聘的乳娘必须长相端正, 而且丈夫现在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, 还要生过三胎,也未生了三胎, 就说明乳娘的身体好,母乳也很健康, 皇室还要求,皇子要生育女孩的乳娘喂养, 而公主则要生男孩的乳娘喂养, 乳娘的报酬很丰厚,每天的伙食也很好, 据说清朝皇子的乳娘, 每天要吃半只鸭子或者一碗肘子, 这样的伙食在当时可谓极好了, 要知道,在皇家这种环境,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变故, 后宫嫔妃牵扯到前朝的局势, 一旦前朝有了变动便会影响后宫, 若是真的发生了, 皇帝便会在亲情和利益中为难, 但是把皇子跟他们的生母关系稍微分隔开, 以后皇子们便不会对皇帝有多大的怨气, 也就不会发生什么为母报仇的事情了, 还是感叹在后宫中苦苦挣扎的嫔妃们, 连最基本的喂养孩子也遭到了限制, 要是他们处在现在社会, 哪会考虑到这么多的问题呢? 所以无情多是帝王家, 他们荣耀的背后多是旁人见不到的心酸呢? 后宫是兵不血刃的战场, 一旦有嫔妃怀孕, 势必会遭到皇后或者其他嫔妃的嫉妒, 被人下毒在历朝历代也会时常发生, 而且这种事往往没法取证, 所以嫔妃在怀孕或者产后都不会随便吃别人送来的东西, 就算是从御膳房端来的食物, 也要经过仔细检查, 找个身体健康的乳娘往往是个不错的选择, 此外, 宫廷选乳母十分严格, 在年龄, 相貌, 健康状况, 乳质浓淡和色泽等方面都有规定, 一旦入选, 其服饰, 饮食等皆需听从宫中安排, 以明朝为例, 明朝的宫廷乳母成为奶口, 悬养在东安门外稍北的礼仪房中, 已被内庭宣兆, 俗称奶子府, 由宫中提督四里间太监管理, 每季选奶口四十名, 续养于内, 成为坐骑奶口, 再另选八十名, 仅注册其籍, 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, 成为点网奶口, 奶口需有丈夫, 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, 形容端正, 第三胎仅三个月者应选, 生男者未不女婴, 生女者未不男婴, 由于儒母与儒子关系亲密, 有时感情比亲生母亲还是深厚, 加上儒母有补育之恩, 以传统思想, 尚儒子需要对儒母尽效, 因此皇帝的儒母往往被封受伤, 例如汉安帝曾封儒母王胜为野王军, 汉陵帝封儒母召饶为平氏军, 汉县帝追封儒母吕贵为平氏军, 唐中宗封儒母于是为平恩俊夫人, 有些更被奉为有如皇太后的宝太后, 历代也有不少儒母受封, 有些儒母则以仗全是作乱, 如汉安帝的儒母, 王胜母女和宦官将精, 李润等勾结, 诽谤太后, 逼得宰相杨振服毒自杀, 连太子也被废, 明熙宗的儒母客室勾结宦官为忠贤扰乱朝政, 因此有人反对儒母受封和为儒母扶桑, 那么古代儒娘的地位如何呢? 儒娘又被称为奶妈、奶婆等, 他们是和皇子关系最亲密的人, 而他们的遭遇也受皇子地位的影响, 可谓一戎俱戎, 一乳俱乳, 母乳是很多营养的, 比如西汉开国功臣张苍, 辞官回家后, 为了更好的生活, 竟然雇佣了一百多位乳娘, 结果每天都饮用母乳的张苍, 不仅皮肤嫩白, 而且还活到了101岁, 这个年龄在古代难以想象, 上面的例子说明乳娘虽是打工人, 但地位还是很高的, 尤其是被皇室选中的乳娘, 也为喂养对象都是皇子, 所以他们的地位一般很高, 也非常受人尊敬, 毕竟古代母乙子贵, 妃子一旦怀上龙肿, 就会身价倍增, 而作为皇子的奶妈, 地位自然也会大幅度增加, 甚至还会负责后代, 比如曹雪芹祖上, 为什么深得康熙的恩宠, 就是因为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乳娘, 皇帝不让妃子亲自喂养皇子, 是为了防止后宫干政, 但很多人都没想到, 奶妈也是可以干政的, 因为乳娘是皇子小时候最为亲近之人, 所以很多皇子登基后, 都会给他们一些好处, 甚至直接赐予他们亲友官职, 比如明宪宗朱建深和她的奶妈万真, 就是那位天天躲在皇宫里做家具的皇帝, 她对自己的乳娘极好, 不仅封万真儿为凤圣妇人, 还把她的儿子封为锦衣为千户, 甚至还让万真儿参与朝政, 这种情况可以说百年难得一遇了, 古代妃子之所以不不入皇子, 而是选择找乳娘, 是因为皇帝未防止后宫干政, 不让皇子和自己的生母走得太近, 而且古代妃子身份高贵, 亲自喂养有失身份, 不仅如此, 古代生育条件差, 妃子都是富家千金, 身体柔弱, 生完孩子后母乳不足, 根本无法喂养皇子, 而且后宫竞争激烈, 妃子们还要争取机会再生一名皇子, 因此没有时间亲自养育后代。